以哈戰爭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常講這個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嘛 對不對 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既然說已經有媒體去算 以色列要去打這個所謂哈馬社 到底要花多少錢要打 花1.64兆 你都知道以色列這麼強大的國家 而且打這麼小的地方 加薩這邊這麼小的地方 加薩走廊都要花1.64兆 而且有很多前提 前提是只有跟加薩打仗 你把他爭助黨沒有參戰 伊朗沒有參戰 燕門沒有參戰 而且這35萬被增到後備軍人 戰後可以很快還到公眾款位 還要花1.64兆台幣 就知道什麼叫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那目前來說 以色列軍方已經把加薩走廊 這是以色列 其實是把整個加薩包圍著 它其實有更細部的圖是 他們已經把整個加薩由中間一切為二 因為整個加薩走廊 其實你不要小看加薩 還是有城區跟郊區 那城區就是加薩市 偏北方 所以目前以色列已經把加薩市 攔腰打掉 攔腰截斷之後 就是要往北去進攻 去包圍整個加薩市 先把加薩市吃下來 也就是整個哈馬斯的指揮中心 打掉之後 剩下的就叫做閃兵游泳 可是問題是現在整個狀況是這樣 狀況是有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莫名其妙的飛彈 飛到以色列裡面 什麼叫飛到以色列裡面 對以色列來說 我跟哈馬斯作戰是一回事 可是我走到期 全部都阿拉伯國家 對不對 這是埃及 它周圍其實都 對 都對 你看 都是埃及嘛 對不對 在下面是阿拉伯 在阿拉伯下面是也門 這邊是約旦 這邊是敘利亞 全部都是阿拉伯國家 把他包著將打他 最近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夜門去這個 夜門什葉派的叛軍青年運動 竟然發射一個 射程1600公里的彈道飛彈 去打以色列 伊朗支持 那他大概在這邊 這邊是阿拉伯 這邊才是夜門 這邊才是夜門 好遠 飛過整個阿拉伯 往以色列打 可是以色列竟然 真的是秀肌肉 以色列用他的 劍勢防空系統 首次在大氣層之外 把彈道飛彈攔截 這是人類首次大氣層外的戰爭 什麼意思 他從這個下面這樣子 要打以色列 然後以色列 我先跟他講 因為飛彈 尤其是彈道飛彈 它並不是所有軌跡 都在大氣層內 其實彈道飛彈 大部分軌跡都在彈道大氣層外 它這邊發射對不對 它射到那麼高 然後出到大氣層 出到大氣層飛飛飛 然後快要到假設目標是這邊 就會進入到大氣層 利用重力加速 讓它彈道的速度 逼近 極音速 5馬赫 6馬赫 7馬赫 都有可能 垂直加速度 重力加速 打下來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在這個時候 對 把它給打掉 假設這個是大氣層 在這邊是中低層的防空飛彈 那其實在大氣層外 包含我們的愛國者三星 包含美國的薩德系統 包含以色列的所謂的 艦士 艦士的防空系統 都可以在大氣層之外攔截 可是過去所有的攔截 都只有在演習跟實驗當中成功 沒有人在戰爭中真的在大氣層外攔截 他們就在外面這樣子把它打掉 對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 是人類第一次 所以你看每一次的戰爭都會變成一個所謂的 新型武器的試驗所 二部戰爭試驗的非常非常多不對稱的武器 可是以色列就不是跟你試驗什麼標槍刺針 以色列就跟你這個大氣層高高空攔截 以後被打太空戰 所以當然會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未來戰爭中 更讓我們覺得說 可以去借鏡的是什麼 因為大氣層外的攔截 彈道飛彈會在大氣層對不對 還有一種飛彈叫做基因素飛彈 基因素飛彈打出大氣層之後 因為這是大氣層 然後這邊是外太空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我們打水漂 這邊是水 它比較不會造成地面上的這些嗎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基因素飛彈就會在大氣層邊這樣彈跳 彈跳 然後就像我們打水漂 你可以想像 假設這大氣層在這邊就是水 這邊就是空氣 所以因為界質的不同 所以基因素飛彈會在大氣層這邊 像打水漂這樣彈 所以這樣水漂打出去才會越來越快 因為它每次下來都有個反作 讓它彈得更快 所以它就在大氣層邊 加速到基因素飛彈往下掉 所以在攔截基因素飛彈 最好的攔截力也在大氣層之外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在實戰上 真的可以把彈道飛彈 在大氣層外面去做攔截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也為我們未來在 即因素飛彈的大氣層之外 攔截做了一個演習